在上一节沙河覆灭记我们介绍了1915年由于这个一战开始俄罗斯的这个军队呢和这个东德和这个德国在东线对阵啊这个eastern front就东线战的战役中是惨败然后这个一切都非常的不顺同时他的经济军事是各方面都是产生巨大的压力使这个使这个沙皇呢对他当时的这个军队的总指挥呢不满意啊他认为这个 尤其是受他的老婆的影响啊他决定把这个当时的军队总指挥啊给前线总指挥给撤了这个总指挥实际上是他的叔叔是他的表叔啊那么他撤了以后呢他就自己就是开始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就亲自上阵当这个前线总指挥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实际上呢呃可以说是做是一个非常呃在过去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 国王出去打仗事实上是呃是有的不是说没有但是呢这个在这个沙皇这个情况下呢他比较就不太一样了首先一战是一个现代化的机械化的一个现代战争因为在当时1900年那时候战争的用的这种武器用的战争的方法基本都是新的而沙皇呢在这方面是毫无经验他本身实际上没有经过什么系统的军事训练同时他有没有指挥才能 他本身又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呃结果呢就造成他在前线呢去去当总指挥然后呢这个前线实际上他也不可能给这个给这个军队带来什么真正的进展而同时呢后边呢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这个权力真空自然而然填补的人就是他的皇后而这个皇后后面还躲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Ras Putin是个神鬼大师 所以我们上一节介绍就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非常奇葩非常让人这个这个哭笑不得的一个情况就是皇帝的这个打仗在前面去打仗不能打仗的皇帝在前面打仗而他的德国裔的这个这个老婆呢在后面呢在这个管理的这个俄罗斯然后呢去跟这个皇上在前面跟德国人打仗而德国裔的老婆本身呢又后边挂着一个神鬼大师 而所有的这些内阁的主要的成员的选择最后谁上谁下都是靠这个这个这个皇帝的这个老婆来出谋划策而他的出谋划策后边还挂着就是等于这个Ras Putin在告诉他该谁解雇谁要谁不用谁不用谁所以这个这个国家的整个的这个政府或者是这个权力机构结果就最后逐渐就就出现了这么一种病态的被几个局外人或者被几个根本以这国家利益 没有太核心的相关性的几个人在控制而这几个人本身又不是什么正道人不是什么有有才的人那么我们就这一节呢就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就这个皇后后边会冒出一个Ras Putin这是个什么鸟人这个人对这个俄罗斯的历史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因为他对俄罗斯历史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这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节要讲的一个重点那么这个重点这个问题的根源呢实际上是出于一个 这个问题出于一个一种疾病这个疾病叫Royal disease是皇室的一个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AlexandraAlexandra是皇后Alexandra这个德义皇后他实际上和这个Nikolas结婚以后呢他先生了三个女儿那么在俄罗斯当时的情况呢女儿是不能继位的结果呢在1904年呢他终于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Alexei这个儿子这是第一个儿子前面是三个 女儿这个儿子呢不幸呢是得了一种致命的疾病叫HemophiliaHemophilia中文叫血有病那么血有病是什么什么一种什么病呢就是这个血液里边凝固血液如果你流血出血身体是呃出现任何的这种呃外伤的时候他会自动的出现凝固这种这种血小板凝固而这种凝固的血小板的这个这个蛋白因为血小板实际上就是一种蛋白了 这个蛋白有缺陷基因有血片缺陷使这种凝固机制有缺陷严重缺陷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血呢一旦是有外伤的话这血就不会止流他就一直在一直在流啊那么这种凝固机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intricate非常sophisticateintricate mechanism因为你要是随便老凝固的话呢人就会得中风就会死掉但是你要不凝固就像这小孩的情况 那就另一个情况我可以想象我这是自己胡猜啊因为我不是搞学呃搞学医的如血有病可能得这个呢得这个脑血栓的可能性就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因为他不会凝固啊啊 呃那么这个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血有病他实际上是一个x 染色体因为呃这个呃这个呃这个x染色体实际上是xy是男的呃x呃x呃x是女的染色体那么在x染色体里呢就是说男女都有可能有这个染色体这个缺乏呃这有缺陷的这个染色体造成的这个血有病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这个x 染色体带有的血有病有可能在男的身上有也可能在女的身上如果他只是外外染色体的话那就只有男的会得这个病 但是这个problem就是说这个女的带这个的时候呢他一般来讲不显示出来就他有这个缺陷的时候他本人不显示出来因为女的有两个x这个x不行的另一个x可能还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这个这个这个染色体这个缺陷就是这个血有病带这个基因缺陷有可能是浅性的那他在女女的身上就是在这个女性身上他是浅移浅的身呃浅浮在下面他就是浅性的这个基因 而到了男的身上有可能就会露出来OK就会露出来那么Alexei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把这个基因传给他的是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的祖上就都是皇家而在这个皇家里面就当时的他的这个祖上的这个皇室有这个基因而皇室他这种近亲结婚呢造成这种基因呢被稀释掉的机会大大减少 Alexandra我们前面讲过是Queen Victoria的孙女OK英国的女王那个那个胖胖的那个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 而维多利亚本身就带有这个基因而这个谁呢Alexandra呢也带有这个基因这个基因实际上是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在欧洲这个基因被认为 because it's called the royal disease是皇室的疾病就是皇室特有的疾病当然并不是代表这是皇室因为他是皇室而是因为皇室的近亲结婚造成他的这种基因一直在这个基因池里越来越浅结果这基因就留在那儿就是什么了 然后我们在那个讲那个啊讲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我们也顺便的也讲过就是这种就是这个Habsburg Dynasty Habsburg呃就是这个奥匈帝国的那个血亲里边也有一个基因那就是大下巴格就全都是大斗尺 他那个Habsburg family有很多大斗尺啊有一年我们去爱尔兰的一些古堡里面那里面有一些Habsburg的一些一些旁裔的后代在那个在那里面 这个有一些画廊他画他们的年轻都是几百年前的那些油画一看也有那个问题所以这个这个大斗尺是在当时也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但我们还是回到这个Alexei就是儿子和或者Alexandra他的妈妈这个皇后他本身带有这个基因他带有这个基因呢这个基因在他身上没体现出来在Queen Victoria身上也没有体现出来因为他们是女的他两个X另一个X可能没问题 结果呢到了这Alexei显示出来了显示出来说一开始这Alexei一出生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啊就是他一出生他那个那个臍带就那个那个杜齐尔的那个臍带一被割了以后医生就发现有问题就是这小孩的这个杜齐尔的这个杜齐上的这个臍带割了以后那个血流不止几个小时就一直在那流 结果就给他们这个这个Nikolas给他们给吓得够呛但是最好还最后还是留住了 但是这个呢就是像就是一个凶兆啊就是刚一开始就出现这么一个很不幸的一个征兆上后来就是奠定了这个这个Alexei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短短的一生 14岁就被当然被这个列宁他们的这个布尔什克给给给给给杀死了 但是呢在这之前这十几年他想日子过得也非常非常的miserable因为他得的是血友病 那么这个他这个血友病而且非常严重就是他任何的磕伤碰伤甚至任何的那个什么甚至就是鼻子稍微的出点血 就是一醒鼻涕一使劲醒鼻子一使劲一出血或者任何的割伤都是会造成一个潜在的对生命有威胁的大流血 就是任何一个磕伤碰伤就是那血就止不住就一直在那流那你想想这一个人身上能有多少血很快人就会休克 而而在当时1904年也一几年的时候实际上的科学医学科学远远没有达到那个能够治这样的一个病的水平根本没治 哦根本没治那么这种royal disease实际上是在这个女性就是他的母亲这一旁系这些royal family里边有好多人还不止是Alexei这个Alexandra的自己的uncle他自己的这个叔叔还是舅舅他的兄弟他的两个外甥或者是这个或者是侄子或者是外甥都是由于得了这些这个病同一个病死掉了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 所以就是这个这个病在他们这个家里是一直像一个诅咒一样因为很多人得这个病啊 那么啊这个Alexandra自己呢他一一看他儿子这个期待血流不住他也明白他这儿子可能也够呛也够呛所以这他就非常的绝望 他从这个德国来驾外驾到这个俄罗斯之前他信的是protestant是那个是那个protestant就是英国那种就是那种新教就是和那个天主教相不同的那个新教就比较强强调读这个圣经的 那么protestant他到了德国以后到了俄罗斯以后他就改信orthodox christian就改信东正教 这改信呢一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他的丈夫是是要求他作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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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后要信东正教因为这好像是当时俄罗斯的一个一个宪法上的规定再一个呢他改信东正教他自己也愿意因为他是希望能够改一个宗教信仰也许会换一个就像换一个医生一样原来那医生不灵因为他整天祷告嘛在那protestant就是当protestant的时候他整天就祷告不灵那现在换东正教也许零当然这个 照样不灵这个Alexandra就是这母亲这皇后是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非常非常虔诚整天就在那祷告因为他祷告目的就是一个像他儿子能给他祷告好在当时那种没有医学完全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说实话他也只有这个方法他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他所有的祷告所有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虔诚的这种每天在那什么 当然 has zero effect对他儿子这个病症没有任何的效果OK所以到今天仍然一样谁信宗教说你得什么病你去祷告能把这病给祷告好了偶尔的你会听到一些宗教信徒给你讲他能祷告好了那实际上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巧合因为什么其他原因你得个血友病你事实上他去祷告试一试当然今天有治疗的方法现在医学已经有治疗方法在那个时候你祷告是一点用都没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 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小这个儿子Alexei这个当然是长子了就第一个儿子嘛实际上他的生命是处在一直处在那种非常非常危险的边缘因为随时可能出现紧急情况随时就有可能死掉那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政治上就有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因为他是王位继承人他是第一个儿子王位继承人而且他们后边没有儿子 他就这一个儿子王位继承人而王位呢当时已经是遥遥欲坠到了1905 06 07到了1914年13年14年15年王权已经是遥遥欲坠非常脆弱而王权的继承人又是这样的一个小孩等于随时也可能死掉这这多少年都是这小孩都处在那种随时有可能死掉的可能所以呢这个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Nikolas沙皇和皇后呢他们也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就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保密他这个小孩的这个血友病这个问题这个严重的生理缺陷一直是处于保密状态即使是在他的皇家的佣人这群人里面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只知道他这个儿子有些经常出一些小毛病但是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他儿子得的是什么病所以这个呢就是当时就是就等于是一个机密当然这个机密是按照现在的 描述来讲这是一个国家机密啊因为这个小孩是否能够继位这小孩是否能够活到继位的年龄这直接影响了当时的罗马诺夫王朝的生存的问题那么顺便稍微跑一下题就讲一讲这个血血友病到底这个机制是怎么回事这个机制实际上是一直就没有弄清楚就是在这个在也在这个190几年那个时候是根本没有人弄清楚什么时候弄清楚 就是193几年4几年的时候一个丹麦的科学家和一个美国的科学家两个人共同的研究才发现了这个血这个血的这个溶血和这个凝固的这个机制是怎么回事实际上他就是一些蛋白质的一些交互这个血的凝固机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复杂的一个过程就一环套一环一环套一环他们发现了这个凝固的机制同时他们发现了 维他命K OK维他命K是可以使这个血能够凝固当然这个这种维他命K今天你要得血友病广吃那也不灵因为他是你要真得血友病了那问题就严重多了那么这两个科学家呢这丹麦科学家和美国科学家一个叫Dame一个叫Doisy他们两个人在1943年1443年得到了诺贝尔奖诺贝尔医学奖或者生物学奖所以这个上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那么这个这个重大科学发现上本身的如果当时当然 当然这是一九四几年的事了所以这个在在一九一几年的时候这就当然人还没有任何idea到底血友病怎么回事2009年科学家利用当时他们这个血这个这个皇家的各种各样的采样基因采样然后呢就对这个Alexis的这个血友病做了一些研究发现了他是得的血友病B型血友病还有不同的型有A型有B型得的是B型这个B型的概率是多少呢是两万五千分之一 就是说两万五千个小孩里有一个人得这病所以这概率非常非常低可以想象两万五万里挑一得这个病OK所以这个家里为什么得这病呢当然就是一个就是因为他也一个很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近亲结婚他们互相倒来倒去结果就互相就就就就得了这种致命的这种缺陷啊那那这样的一种病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真可以说是一种诅咒 就对这个对对这个一种无形的诅咒啊对这个皇家皇室因为皇室已经摇摇欲坠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结果得了这么一个不治之症所有的医生全都找过根本没有任何医生有解决因为当时是没有没有没有任何治疗方法因为根本闹不清楚怎么回事啊那么在彻底医生都绝望了 那咱们就开始找什么了找神鬼大师了那么找神鬼大师就开始找什么那种mystics charlatansholy men miracle workers就是这种神鬼大师气功大师什么国医大师什么什么那种那种什么什么我们家祖代多少代都是专制什么什么病然后有什么祖传药方就这些人就全都冒出来了那么这些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被他们选中了就是这个Rasputin他叫Gregory Rasputin 这个人是个西伯利亚长大的然后呢这个人呢就成为了这个被他们选中来治帮他小孩治的那我们就先介绍一下这个Rasputin是什么样一个人这个Rasputin实际上是他的童年幼年是怎么长大的现在历史上根本无法考证没有人认为知道这人是哪来的具体怎么长大他的父母是什么人都不太清楚但是有几条大家是清楚的历史考证首先这个人没有受到过任何教育 没有受到过任何正规教育In fact这个人是个文盲就是他连读书都不会他只能把那个圣经里的一些简单的句子会背下来就会背一些圣经的简单的句子然后记忆力也不强也不是很就是不是一个就是那种读书写字都不灵然后那个也不认字然后呢会背几句这个圣经里的话然后开口闭口就是God willingGod this God that就是这个上帝这上帝那 就会说这种这种上帝的话也就说说几句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人呢是用这个后来历史剧家描述呢He had a strange hybrid of mysticism and eroticism意思就是他是一个神鬼大师和怪诞的色情大师的混合体OK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神神道道的一个人而他呢实际上他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基本是到这个到处在俄罗斯境内 到处游荡靠祈祷为生的这么一个一个神鬼加上算命大师他没有一个正式的教育没有一个正式的职业没有一个正式的收入也没有一个正式的这个呃这个就是就是呃头衔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OK然后呢但是呢他有一条这个人有一定的那种有一定的那种忽悠劲很能忽悠 他开口闭口都是用用圣经里那些话来来忽悠人然后去去去这个那个使别人呢就给产生这种又这人好像有点神神道道的有点这种尤其在当时那种对那个宗教如此那个什么时候就是这个很多人就给产生一种这个人很神OK很神那么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会接近到这个皇室这就是又有一段小小故事就是当时呢因为这个皇室对这个 德罗斯的民主的控制力是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我们前面讲过他的东正教上是服务于皇室的就是东正教他这个政教或者是政教是没有分开的他的这个教是服于他的政就是他的教堂教会实际上是服务于他的政权那么政权当然就是这个沙皇的政权那这个教会呢为了想什么办法去把沙皇和老百姓的关系拉近他们就做 他们就想着我们那干脆找一些这种底层的最底层的人然后宗教性很强的人让他们去做我们的宗教代表去和老百姓的民众呢拉近关系这样可以使我们的沙皇在民众间有一个更好的影响那这个这样的人就是一定要是一个底层的草民屁民同时又有很强的宗教性然后呢代表我们是代表我们的这个教堂 去和老百姓去忽悠那么1903年前后就是这个Rasputin就被当时的教会给招来了招来了以后呢就是希望他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当然他是只是其中一个人了不是说只招了他一个人就像他这样的人被教会给给收揽过来让他们去帮着教会去去这个说教去那么这个人呢实际上呢有一种很强刚才讲的他有一种那种首先他是一种那种神鬼大师色情大师 但是他从宗教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给大家一种感觉这个人有一定很强的那么一种一种那种忽悠能力或者那种感觉吧就是有一种好像跟有一种那种先知先觉有这个什么能治百病的那种神力而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就这个人很会伪装或者很也不能说是伪装就这个人他就就是有一种很特异的那么一种外表他自己呢那外表非常的让人就是 非常的非常的怪异怪弹非常的让人看着就就是很很奇怪的那么一种外表穿着是那种非常粗糙非常的那种那种破破烂烂的农民的服装那首先他就是一个农民的形象或者底层的然后呢那个那个那个一个大披头散发那个大狼大长头发是是非常的那种充满那个头油就是油了拔鸡从身上挂起来我们在这个视频版本里有很多他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人什么样OK那就是那从那个从那个鬼鬼的电影里面出来的那个主角就是那样一个形象然后胡子的哩哩啦啦非常长那胡子上经常挂着很多吃剩的那些饭渣然后呢这个什么呢他从来不洗手从来也不洗澡浑身就是一种臭味酸味臭味加上一种山羊的那种山羊味你可以想这人有多恶心就是那么一种就是那么一个那么一个家伙 这么一个这么一种就是那种非常让人作偶的一个形象为什么会被被这个教会选中为什么又他有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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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影响力就是因为这个人有一种非常特有的那么一种眼神OK那种那种眼神就是那种penetrating brilliance and hypnotic power就是他的眼睛看着你的时候让你有一种感觉感觉到催眠的感觉 因为他这个眼睛非常非常的有那种就是那种我不知道中文怎么描述我们看一下照片就知道了那个眼睛这种深深的眼洞然后那种penetrating glazeOK就是那种看着你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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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etrating gaze不是glaze是gaze penetrating gaze就是那种一眼睛看穿你这种感觉那么这样的一种就是强大的这么一种刺激的感觉 恰好使他有一种神力对当时的俄罗斯的那些信宗教的那种神力穿的破破烂烂然后唱披头散发我记得在最近不是有一些什么一些一些什么马路边的这个这个什么这个要饭的披头散发结果能说几句让大家听到哎这话还有点道理 结果一下成了大师了就在最近在国内部有一些视频我看到过就是披头散发的那种人结果呢偶尔的能还能背几句书背几句词背几句书然后这个说几句说几句让大家有所思考的话一下就成名人了结果成名人大家都去采访的 实际上这种这种人的这种心理上的空虚和这种奇怪的怪诞的人的这种形象的这种填补就造成这么一种现象实际上这个罗斯普顿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么罗斯普顿在1905年呢是第一次被引进引建到被church被这个宗教被教会引建到这个皇室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算命大师神鬼大师啊那皇室说干脆我们这儿子不灵盯不住了都快活不下来了你来来看看怎么样他看完那个小孩以后他就跟那皇室人说他说没事你们家的小孩不会死你们这小孩呢到了13岁以后这个病就全会好了就是你这个这个血友病当时不知道叫血友病了就现在所有得的病13岁以后就全会好了然后那个一切都会 都会OK那你可以想象在当时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就是这黄黄沙皇和皇后对他的儿子唯一继承人的这儿子这种现在这种情况几乎到了绝望结果来这么一神鬼大师跟你讲一切都会一切都会不错都会很好那显然他们是非常非常愿意听非常愿意听那么只是这个还不够到了1907年的时候呢这个Alexei这个儿子呢有一次呢就摔了个跟头结果是那个腿 就开始肿起来了就出血腿皮下出血大面积出血出血呢很快就是内部出血然后这个医生就拼命的给治这个治哪个治怎么弄也不行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结果这个这个Alexandra这皇后呢就开始说赶紧叫人把这个Rasputin我们不是见过一个Rasputin吗让他来看看让他来看看然后呢这个Rasputin就来了他见着小孩以后在小孩就乌鲁鲁鲁在那一通祷告也不知道在那说什么乌鲁鲁鲁说完了以后呢跟那个跟那个Alexei就开始 轻轻的轻声细语就说说你呀放心你这个现在的痛苦因为那Alexei非常痛苦嘛甚至终那么多血说一切都会好的你很快就会好的你应该先感谢上帝上帝会把你治好的然后你现在就睡觉就好了一切都好了哎 这个事情就真是神就神在这这个Rasputin走了不久以后这小孩就好了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就好了就是这个这个这个他的那种肿皮下猪血什么慢慢慢慢都缓解了他就恢复了至少是在这一次这Rasputin就是给他祷告了一会儿说了几句话他就睡着了这事就过去了1912年又碰到一个类似的情况 这个小孩呢又是一个是骑马还是什么摔了一下结果又开始出现这种就是不不停的流血然后还出现高烧出现流血出现炎症出现高烧 然后医生呢就是也是在这什么招传用还是不灵最后就看着已经奄奄一息了这1912年发生的事奄奄一息了最后把这个牧师都请来了说给赶紧祷告吧就是the last right就是一个信宗教的人不都在临死前要牧师给祷告一下吗死后要进监堂或者那个就等于是那个终生这个灵终祷告已经开始来了这个时候这个阿拉斯安德尔又想起Rasputin赶紧把他叫来但是Rasputin太远了 Rasputin当时在远的地方然后就送了个电报这电报怎么说的呢说是上帝已经看到了你的眼泪听到了你的祷告你的小孩不会死然后呢不要再医生让医生再去治他了他没事就是小孩不会的没事一切都他就会好掉了好的不用不用去给他治了哎过两天小孩又恢复了小孩又恢复了OK那么那么现在我们先看一看 先不说这个沙皇是怎么看或者皇后怎么看我们先看看这件事就是为什么Rasputin能够把他小孩的容血病这个血友病给治好很多的科学家很多历史家都在看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因为这个一次不行两次三次他确实有这个能力那这就说明他还是有两把铲子他还是可以做这个事了到底什么原因所以最后呢现在的从历史上考虑 考虑呢有几个原因是这个Rasputin能够能够是有正面的首先呢Rasputin是一个他懂得催眠术他会在祷告的时候会催眠他确实是会催眠他可以就是在眼睛瞪着你的时候催眠催眠让你慢慢慢慢人就settle下来人就这种紧张情绪就放松他有那么一种忽悠就是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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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现在的心理心理医师一样OK他有那么一种能力 而这种能力呢恰好对这个小孩非常有用因为这小孩在当时在流血不止他自己也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精光而Rasputin站他面前那么一个一个大胡子长得非常怪那个眼睛瞪着他然后就慢慢慢慢能把他呢就给稳定下来把这小孩的心情稳定下来那么稳定下来从现代医学来讲说这小孩一旦他的心情不是那么紧张了他的血管也不是那么紧张 他的流血的这个这个程度就会慢慢放松就不会那么一个劲的打出血这样的话呢说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之一这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是这个阿斯匹林就在那个时候阿斯匹林已经是非常的广为流都在用阿斯匹林大家知道有几个关键的作用一个作用呢是这个止痛止痛和防消炎 那叫anti-inflammation就是inflammation实际上是炎症炎症并不一定是感染炎症就是由于你的体内的这个这个免疫系统对这个体外有任何的创伤有什么这种过激的反应造成你那个体内出现红肿出现什么大家想一想那个打球或者运动过力或者是这个腿受这个扭伤的时候那腿会肿起来那个就是inflammation那就是炎症并不是感染并不是因为细菌而是因为你体内的这种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 免疫系统的过激的反应而这种anti-inflammation和anti-fever就是这个fever suppressant就是让你降温让你止痛让你这个消炎这是阿斯匹林的作用那么可以想象在当时小孩一旦出现了初学开始出现fever那肯定是这医生就给了阿斯匹林吃但是我们今天知道阿斯匹林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效果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吸血吸氏血液使血液的粘稠度降息变成吸了他是anti-coagulant就是使血液放慢凝固速度放慢凝固速度那么这个放慢凝固速度这个机制实际上到了一九五几年才发现因为这个血液的这个血小板凝固的这个机制是一九四几年才拿到诺贝尔奖嘛而在一九零零年的时候阿斯匹林是可以吸氏血液 血液这功能谁都不知道那可以想象当时的医生一看小孩这种又又又流血又难受又疼什么那赶紧给他来阿斯匹林呢而这个Rasputin是来了以后是一别让医生给的治什么都不治 然后呢那那阿斯匹林一停了也许他那个那个那个流血就会好一些换句话说这个阿斯匹林在当时有可能是起了副作用而这个Rasputin是把这个给止住所以这个实际上在这个不只是这个 这个这个小孩这种也治疗出现这种情况在过去医疗不发达的时候类似的这种就是这种乌医或者这种这种就那种传统医学上是帮倒忙的事情多了去了我们大家比较清楚我就比较熟悉的George Washington美国国父实际上最后就是放学给放死了他得病了以后结果就玩命给他放学那你放学呢把人不就给放死了在过去的那个那个欧洲的传统医学上放学是其中一个方法当然 各种各样的中草药各种各样的草药颅灰乱七八糟一通乱用的跟今天的中医也差不多那那那本身那就有可能就就把人给治死那么这个拿破仑也一样拿破仑在那个Santa Helena岛上最后是中毒死的像他死了以后当然他得的是胃癌但是死了以后那个那个头发里面都是毒素都是水银都是什么那种那种Sainite不是Sainite就是什么那种各种各样的那种那种 毒药但是并不是说那中毒是医生要毒死他因为医生给他乱开药那药里面就有很多各种样的Arsonite对好像叫什么什么Arsonite什么那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造成有可能使这个小孩的问题加重的原因原因之一而你现在这时候你就是在你没有弄清楚机制你什么都不治你让他放松心情慢慢恢复 反倒可能行这个也可能是Rasputin当时能够对这个小孩有这个疗效的一个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别人在历史家里讲的说每一次Rasputin参与治疗这小孩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小孩已经他的流血最严重的那个风期已经过了过了以后已经在进入恢复的时候这时候Rasputin来祷告几下那这因果关系就给倒过来了就等于是他的 他的这个他起作用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总结一下他有一定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有可能并不是他自己意识到的作用而是就是当时的科学不发达使这种其他的治疗方法还不如像他的治疗方法更有效而这样的一个Rasputin显然对谁的影响最大当然是对Alexandra就是对这个皇后的影响最大因为在皇后的眼里这是一个 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他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人在他眼里这Rasputin就是上帝送来的使者呀这是一个奇迹上帝把这个Rasputin送给我们家让我们来救我们这个儿子OK让我们来救我们的儿子我过去所有的祷告看样子是灵验了整天我在那祷告上帝救我的小孩上帝派了这么个人来来给我来来把我小孩给救活那真是灵验 那换一句话说Rasputin在这个皇后的眼里就是上帝送来的使者那几乎就是像耶稣一样啊这是上帝派来的那这样一个人在这个皇后眼里那当然皇后是他说什么皇后都得同意说什么都同意那基本就是皇后就把他看成了一个最可信的人 他从这开始直到这个Rasputin被被暗杀之这段时间那基本就是Rasputin所有的就是他的所有的生活中的所有的问题他都去找Rasputin任何人是对Rasputin提出质疑说这么是一个神鬼大师在你的皇室里乱搅和这个人是什么鸟人在这瞎折腾他肯定是第一个跳出来你别管 这是上帝派来给我们家小孩治病的这个人是谁也不能动那这Rasputin在这皇室里的影响那就是基本就是就是皇后就是这个沙皇皇后旁边就是他的影响力最大所以他的这个权力也非常大他的威信也非常大他的影响力更不用说啊那么我们就看一看这就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非常荒诞的局势到了1915年是沙皇在前线去打仗当总指挥 所以这个这个皇后在这个首都呢是在掌握权力皇后后后边有一个他绝对相信的神鬼大师在后边操纵那么这个呢就是由于所有的这个问题这个荒诞的局势的问题就是从这个他的儿子这个得的这个先天疾病引起的这一节呢我们就先讲到这下一节我们就看看这个Rasputin和这个和这个皇后是怎么样把这个整个俄罗斯的政权给彻底给搅乱 这个我们下一节接着讲